农民是看天吃饭 一旦这天候不好 就可能会写本无归 减轻老农负担 新竹县年满65岁的农民 或者是原住民55岁以上的农民 都享有农保自负额补助 县府每个月会帮农民出 718元的保险费 全县将近是有万名的老农受贿 盯着烈日忙着修剪枝干 农民细心照顾芒果树 减轻老农负担 新竹县满65岁农友 原住民55岁以上 都享有农保自负额补助 那等于说我们的老农呢 可以免保费呢 来享有这个保险的福利 那另外呢 就是在这个资格的部分呢 只要你在新竹县涉及65岁以上 原住民55岁以上呢 家保满15年 15年以上的年资呢 都可以到各辖区的农会 来申请这个加入农保的一个行列 一般农民身份每月需缴纳156元的保险费 虽然中央有补助 但每月还是得自付78元 县府加码照顾老农 94年就开始补助农保自负额 近期以编列总经费近900万的老农安心红包 会入符合条件的农民账户中 全县共9518位农民受贿 持续推动农民三保一金措施 不只植栽有保险 有丧葬津贴 还有退休除金保障 各项福利要让农民安心务农 也期望注入新鞋 提升农业竞争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